由京剧大师李宝春首度和昆曲艺术家 微宇航合作演出的新编京剧大戏《知己》 即将在5月24号到26号在新舞台演出 这出戏是改编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一级编剧郭启鸿的画剧原著 并且以京剧结合昆曲的方式呈现 让戏民们感受不同的京剧魅力 由京剧大师李宝春与昆曲艺术家 温宇航首次合作演出的新编京剧《知己》 描写一位受牵连被放逐20年的举人吴兆千 以及奋不顾身营救吴兆千的才子 顾真观之间的动人故事 人人都盼有知己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互相能够包容 互相能够理解 我们打个比方 你看完这戏以后 会觉得我们有一个题目 就是吴兆千的现象 让我们反思什么 顾真观跟吴兆千的关系的最后结局 让我们反思什么 反思如果顾真观用多一些理解 包容代替一些指责和质问 也许两个人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看完这个剧本以后 我又觉得非常的喜欢 这个剧本它写了一些个比较深刻的 一些个揭露人性上的一些个题材 这出戏是改编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一集编剧郭启鸿的话剧原著 郭启鸿认为 这出戏交由能导能演的李宝春来重新改编 并且融合了金剧与昆曲的呈现方式 相当令人期待 他有的才能啊 这种人才在台湾在 他不是每个美国人 在每个华人当中 在大陆也很少 很少像他这样 这么全才 他很有思想 他能唱 能编能导 也不是没有 他很有思想 这我很欣赏 金剧知己将于5月24号到26号 在新舞台演出 喜爱金剧的戏谜千万不能错过 中家台北新闻领席会采访报道